Danny醫師, 我有個朋友 他經常臉色灰暗, 還有黑斑 在中醫的角度, 為什麼會這樣? 在中醫的角度, 但凡是跟皮膚有關係 一定是跟肺有關係 但只要你說黑斑, 色素不好 或者灰灰暗 就是跟氣血流通有關係 在中醫的角度, 氣血流通 最主要是兩股力量 一個是升, 一個是降 升是甚麼負責呢? 就是我們的肝 肝就是我們的肺 為什麼呢? 我又解釋一下 這是我們古人有一個原則 叫做聖人面藍之道 即是我們要將人和天 形成同一個座標 因為我們是在北半球 所以我們要看整個天空 一定要向南邊看 很自然, 左邊就是太陽升起 太陽升起, 五行就對應東方 亦都對應肝 而太陽一定在右邊, 西邊下山 肺的五行就是金 而方位亦都是對應西邊 所以肺負責降 所以我們主要是處理好 降升的力量 和肺負責降的力量 氣血流通, 面色就會很美 可以怎樣改善這個升降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按左邊負責升的肛經 一個叫做太蔥穴 以及右邊負責降的肺經 一個很重要的穴位叫做太淵穴 找到這兩個穴位 按下去有穴打穴犬大概做一分鐘 每天一次就可以了 除了按摩穴位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食療可以幫助它們嗎? 問得很好, 有 我們有四味藥材對通血脈很好 就是花旗參、填漆、石合和丹心 這四味藥材你去藥房跟它說打粉 然後你可能打半年 然後每天用一小茶匙 一斤仔地溶在水裡 喝掉它就可以了 那我也叫朋友試試這個方法 希望能改善到面色肺炎問題 繼續今集的主題 對了, 塵滿過敏, 舞教好訓 這一集我們請來 皮膚科專科, 陳厚藝醫生 香港中文大學, 韓錦倫教授 好, 繼續跟兩位聊聊天 陳醫生, 一旦出現皮膚過敏 皮膚癢, 應該還會出紅疹 是否要塗藥膏就可以了? 第一, 先塗藥膏, 先補濕 很多時候, 你看到昆兒名這麼好 為何醫生也不用看, 自己也可以好 就是因為皮膚本身只有天道厚 應該是滋潤得夠 為何會有敏感, 陳滿的敏感這麼厲害 可能皮膚說得真真 如果能塗上適當的潤膚膏 其實已經差很遠 那你塗的時候, 就會一坨一坨 一坨一坨, 層會黏上去 那不就不行, 薄薄的地塗 當然, 塗潤膚膏的時候 也是一個學問, 要塗多幾次 你也知道, 你可能要收拾東西 很穩的, 塗多些潤膚膏 今天有些醫學研究, 塗得足夠的潤膚膏 已經得到好像有少許的淚固醇的效果 就不一定要塗淚固醇 潤膚膏也要選擇適合的質感 例如, 不用塗多幾次, 還有有保濕的效果 例如有些金油、透明質酸 有些抗氧化, 都會幫助 所以選擇潤膚膏也很重要 如果塗了潤膚膏, 自己也好不到 就真的要看醫生, 或者用藥物 藥物有些人就想著, 一定是淚固醇 也不是的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沒有淚固醇的藥膏 有些能夠對免疫、抑制劑 有些會幫到手 或者一些抗氧化的藥膏也會有幫助 所以傳統化一定是淚固醇 最後, 如果這麼幸運, 遭遍了 有一個損口的時候, 當然不是塗口水上去 當然是找一些抗生素藥膏也會可以 最後, 剛才昆蓮也說 很癢, 癢到跳舞 韓教授也說, 睡不著覺怎麼辦 現在有很多藥物, 當然上學就沒有眼睡 上學吃一些沒有眼睡 可能一天一次, 或者一天最多兩次的藥物 但晚上也可以吃全土硬睡的藥物 也可以幫到手 明白 陳醫生, 聽說有一個方法叫脫蚊治療 其實對這些沉悶的過蚊是否可以根治 脫蚊治療是比較新的項目 傳統來說就是跟沉悶共存 穿長袖的衣服 或者以後就找終點, 找爸爸媽媽 找家人, 找傭人去清潔 這樣不行, 可能是去外國 其實脫蚊治療的確有效 甚麼叫脫蚊治療, 很簡單 你有接觸了沉悶, 一定會整身痕 我們就好像醫毒公毒 特意給你一些沉悶 但當然是小份量一點 讓你慢慢身體的面系統適應了 當你再接觸沉悶的時候 就沒甚麼反應了 但要留意, 這些脫蚊治療有些人說 好, 我就要參加脫蚊治療 我以為脫蚊給你一個星期時間 明天好花或星期好花, 絕對不行 脫蚊治療起碼成效 以很多個月甚至連計 就算整個過程遠 起碼都要兩、三年 還要不是一百個百分之好 所以做這些脫蚊治療 當然是對沉悶的敏感絕對有幫助 不過一定要耐心 還有記住, 其實是濕疹或其他敏感 都會繼續有 不過相對復發和嚴重的情況會少很多 又問韓教授 小朋友對沉悶的過敏 和成人對沉悶的過敏 治療的方法會否又有不同 先頭陳醫生提到很好的 就是濕疹方面 其他當然是鼻和器官 亦有另一種很常比香港人 或中國人特別提到的食物敏感 那不關陳海門市主的暫時 其實大部份的患者都是輕微的 輕微的患者醫治的方法 其實都不需要特別去想到陳安滿住 都是很簡單 先頭都碰一碰到 就是全部都是外用的 不用拭落口 因為譬如陳安滿 如果你真的想做脫蚊 都是要拭落口 或者甚至乎在皮下要有些注射等等 那的話就不合我們想 怎樣醫治小朋友的原理 醫治小朋友最重要的是外面用 不要吃東西落口 所以濕疹來說很簡單 潤膚加上一些外用的藥物 就解決了問題 大部份小朋友解決了問題 那氣管敏感更容易處理 鼻敏感更容易處理 大部份的小朋友 鼻敏感我數過 每日四秒鐘 就可以治療你輕度至中度的鼻敏感 而且很容易治療 氣管敏感會比較麻煩 但是也是很容易 現在有些外用的 所謂吸入式的藥物 副作用是零的 但是我們傳統有很多智慧 說起智慧 先來陳醫生提到一點很重要 就是耳禄功讀 都是一些智慧 我們中國人以讀功讀 另外還有很多傳統的智慧 在我們使用藥物方面 例如文器等等 都是你一直用最簡單的方法 去保護病人 不過我們大家都很熟悉 一個名字叫做副作用 當然會提到 傳統的智慧 我們中國人都很有智慧 就是試藥三分讀 或者藥有三分讀 即使用一些很簡單的草藥 三分讀是30% 也不少 所以一定有所謂 家長擔心的所謂副作用這個問題 但是很好現在所有外用的藥物 包括陳醫生提到的 消炎用的雷固醇 我們噴在氣管上的任何藥物 副作用其實用得正確是零的 竟然可以是零的 你用得正確的話 剛才你也說過 滾出的致敏原才是一個重點 我想大家都會很緊張 說我清潔多一點就可以了 但我又擔心 會否反而清潔太多的清潔劑 都會令皮膚敏感呢 其實看看那樣東西能否清潔得到 很簡單 你知道塵滿 塵滿喜歡在哪裡 床單、皮泡 你定時換一換床單 定時換一換皮泡 還有地毯也是一個很多層門的溫廠 幸好現在 今時今日看到大家的設計廊 室內裝修都很少用地毯 近時地毯是怎樣吸收都會有 順便比一比 小朋友還有甚麼特別喜歡 就是木工仔 木工仔其實也有很多層門 尤其是長毛的 所以如果他喜歡玩木工仔 叫他畫一些短短的毛 短短的就不要長毛 但你知道有時候都是國人喜好 如果不可以也很簡單 不懂得洗 當然自己可以洗 否則去一些洗衣公司 他也有些特別的方法 將塵滿洗乾淨 對小朋友又可以有木工仔玩 又不會有童年陰影 如果有時候叫他甚麼都不玩 其實很慘 是的 程先生 其實你說到 例如木工仔 例如他們的塵滿是比較怕熱 比較怕洗乾淨 應該是怎樣處理 如果家中有這些 我看見有些UV燈 是否可以殺得到 其實這個你問得很好 其實消費會也說 有不同的測試 關於吸塵機 哪些可以塵滿吸得好一點 不過無論有吸力多強 殺菌力多好 都是要勤力 我不會說我今天吸完 一個月不去用 或者一年不去用 因為塵滿慢慢會滋身 所以一定是勤力 勤力再勤力 多謝兩位 如果各位觀眾 有任何健康的問題想關注 記得上我們的Facebook Kai TV健康關注的項目 去留言 又或者可以WhatsApp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 5399-5388 我們今晚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兩位嘉賓 在此跟大家說聲 拜拜 吧 我答謝兩位嘉賓 我答謝兩位嘉賓 這位嘉賓